大家好 今天是5月12日 星期三 股市经过昨天的大幅度下调之后 今日记者上有点反弹 但这个反弹的力度很弱 与其反弹不如说是一个技术上的后抽 再看看5月份的市 直到这一刻来说是一个先高而后低的格格 暂时高位是7日28884 低位是今早曾经闪到27897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已经有987点 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不应该在四个交易天子内出现 况且987点的波幅仍然是小 未必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指数无法指上破28884 剩下的可能性是有机会再向下找今个月的低位 由于指数已跌穿四月的低位28274 再看低一点 事必一定是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即是这一刻来说 就算有能力去买货 都是分住千万不要急 重仓的风险管理 你一定要做 移动线方面走势亦弱 恒指仍然跌穿所有平均移动线 12、10、50、100天线 当然没有跌穿250天线 但同时期十天亦跌穿20、50和100天线 反应大使反复不明持续偏远的势头 暂时没有改变